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是不会忘的 你理都没有理会我 许是你看电影出了神 我不能过分怪你 今晚北海真好 天上的双星那样的惊青 隔着一条天河寒情的护地着 满池的荷叶在微风里透着情心 一门黄月式的初月在西天挂着 无数的小虫相应地叫着 我们的小仿在荷叶丛中刺着 我就想你 要是你 我俩坐着一只船在湖心里荡着 看星 听虫 秀核心 忘记了一切 多幸福的事 我就愿你这一时心不静 思想不清 我要你到山里去 也就为此 你到山里 心胸自然开阔得多 我敢说 你多忘了一件杂事 你就会多一份心思 留给你的爱 你看看地上的草色 看看天上的星光 摸摸自己的胸膛 自问你的灵魂得到了寄托没有 你的爱得到了代价没有 你的一生寻出了意义没有 你在北京城里 是不会有清明思想的 大自然提醒我们内心的愿望 我想我以后写下的 不拿给你看了 没 一则因为天天看烦得很 反正是这一路话 这爱长爱短老听 也是怪腻烦的 二则我有些不甘愿 因为分明这来 你并不怎么样 看中我的心声 我每天写 有功夫就写 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课 很多是夜蓝人静 半夜三更写的 可是你看也就翻过算数 到今天你的本子还是白白的 我问你劝你的话 你也从不提及 可见你并不曾看进去 我写当然还是写 但我想这来 不每天交卷似的送过去了 我也得装装马虎 等你自己想起时 问起时 真的要看时 再给你不吃 我记得 你还记得吗 美 才几个月前 你最初与我秘密通讯时 你那时的诚恳 焦急 需要 怎样抱怨 我不给你多写 你要看我的字 就比吊在岸上的鱼 想水似的急 那时间我的肝肠 都叫你摇动了 美 难道这几个月来 你已经看够了不成 我的话准没有先前的动听 所以你也不再着急要 随着我自问 我对你一往情深 真是一天生死一天 我想看你的字 想听你的话 想搂抱你的思想 正比你几个月前 想要我的有曾无减 没 这是什么道理 我知道 我如其尽说这一套 带愿意的话 你一定看得更不耐烦 我真是越来越蠢了 什么新鲜的念头 讨人欢喜 招人乐的俏皮话 一句也想不着 这本子一页又一页 只是板着脸子 说的正中话 哪能怪你不爱看 我自个活该不是 下回我想来一个 你给我的信的研究 我要重新借进你 那时的真与智 热烈与深刻 没 你知道你那时偶尔看一眼 那一眼里 含着多少的深情呀 现在你快正眼 都不爱娶我了 没 这是什么道理 你说你心烦 所以连面都不愿见我 我懂得 我不怪你 假如我再跑了一次看看 我不再跟前时 也许你的思想会分给我一些 你说人在身边 何必再想 真是 这样来 我愿意我立即死了 那时我倒可以希望 占有你一部分纯洁的思想的快乐 没 你几时才能不心烦 你一心烦 我也一天不心安 因为我们俩的思想相不到一起 随我怎样的用力用心 没 假如我逼着你跟我走 那时说到和平办法 真没有希望时 你将怎样发福我 不 我情愿收回这文句 因为你也许忍心拿一把刀 插在爱你的魔的心里 哎 已不了了之 什么话 我倒不信 徐志摩不是懦夫 到相当时候 我有我的颜色 无耻的社会 你们看着吧 没 只要你有一个日本女子一半的痴情与侠气 你早跟我废了 什么事都解决了 乱丝总得快刀斩 没 你怎的想不通呀 上海有时政 天又热 我也有些怕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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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